不少人士會有一些的誤解 就是我們這次推出的所謂百行的限額 或者額度,一百億港元 這個其實在我們的設計裏面 是一個風險管理的上限 而不是一個銷售的目標 我們沒有預期超過它 而且也應該這樣看,是不應該超過 否則可能超出我們的資本 能夠承受或者管理風險的能力 所以如果在這個限額裏面的 任何一個認購金額 我們都覺得我們可以接受 而且是正常的 至於你說那個反應是怎樣的呢 我又不覺得落差很大 或者是很冷淡 剛才其實我也有在我介紹的裏面 有一個形容詞我用過 就是我覺得現在 今次這個反應 市民或者一些長者 他是謹慎、冷靜 就多於說冷淡 多久別 睡覺 我們將來看 今天我們看到 我們已經可以用來看看